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就藏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清丹革命》里 当然你可能对清丹这个词不太了解 究竟什么是清丹呢 简单的说 清丹其实就是将代办事项有条理的陈列出来 在历史上 许多伟人都是清丹的忠实践行者 比如说被称为美利坚开国三杰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他不但是出版商 印刷商 记者 还是作家 慈善家 外交家 哲学家和发明家 他能够精通多种领域 这些都得益于他有一个代办清单 另外还有爱因斯坦 在1914年 爱因斯坦的感情出现危机 于是他给结婚11年的妻子 列了一份维持婚姻的协议清单 而在1955年 玛丽莲梦露刚演完七年之养 那是他演艺生涯中至为关键的一年 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 他下定决心要抓住一切机会 并为此列下一份决心清单 里面包含12件他必须要做到的事 而到了今天 社会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 要求任何一个领域的普通从业人员 都必须快速掌握大量的信息 这时候 如果你想让工作生活更高效率 就一定要了解一下清单的作用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阿图·葛文德 他是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 同时他也曾经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 是影响奥巴马一改政策的关键人物 并且登上时代周刊 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 在这本清单革命里 作者并没有从理论上去教育我们 应该如何把事情分成轻重缓急 而是根据过往的实际经历 来给我们讲述阐明清单究竟有多重要 在作者看来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崩塌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空白区 消除这些知识盲区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列清单 来弥补我们与生俱来的认知缺陷 减少错误行为 那接下来 我会分三部分 来为大家解读清单革命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首先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清单 因为我们人人都会犯错 清单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犯错几率 还能帮我们快速掌握关键信息 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然后 清单形式准则是什么 你会了解到 清单有三大准则 分别是权力下放 简单至上 和以人为本 最后 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养成制定清单的这种好习惯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吧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使用清单的三个原因 第一 人人都会犯错 我们要证实这件事 第二 很多事情找到问题的关键点 比大而全更重要 第三 要相信团队的力量 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承认并且证实 人人都会犯错这件事 作者一开始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医疗事故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 医院接收了一位被气泻刺伤的患者 对这家医院来说 这样的病患很常见 于是负责治疗的医生按照惯例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本来以为治疗很快就能结束 但是患者的心跳突然开始加快 血压飞速下降 幸亏抢救急时 病人才捡回来了一条命 事后医生才发现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他们该做的都做了 唯独忘记了一件小事 那就是 在患者一开始被送来的时候 没有人确认 病人是被什么样的器械所刺伤的 而这一点事实上非常重要 因为不同的器械造成的伤口 需要处理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 听到这里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作者却通过调查发现 类似的事情其实发生的频次很高 为什么呢 葛文德医生对犯错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 人类一般会犯两类错误 一类错误叫做无知之错 就是说 我们犯错是因为没有掌握到相关知识 我们过去所学习的科学 其实只让我们理解了一部分世界的运行规律 而第二类错误叫做无能之错 我们犯错并非因为没有掌握好相关知识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使用这些知识 举个例子来说 过去啊 由于科技 信息极不发达 人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很高 所以那个时候犯错 往往都是无知之错 因为我们对行业领域都缺乏专业认知 但是进入到互联网时代 各种行业知识已经大幅度普及 我们有很多种途径去学习各种知识 培养技能 但是哪怕积累了大量知识 我们还是会犯很多错误 前面医生们在治疗时所犯的错 就是无能之错 而这种无能之错 是目前人类必须面对的大挑战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进行一场大的变革 也就是清单革命 我们还是以医学为例 因为医学是最复杂 也是最考验人操作能力的一门学科 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 作者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身体 可能会以一万三千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 而一位进了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 他可能每天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 这其中每一项操作 稍不注意就会让患者的病情恶化 在这个过程中 谁能保证每天对病人实施的 这些治疗措施不会出错呢 所以我们必须敢于承认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专业分工 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 一些错误还是无法避免 因为有些工作的复杂性 其实远远超出了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 而清单的使用 可以帮助我们大大降低犯错几率 那么我们使用清单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所有事情都做到吗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 设置清单的目的 不是为了大而全地囊括所有事项 而是通过列清单 快速掌握关键信息 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为什么很多事情的关键点 比大而全更重要呢 因为调查发现 人类通常面临两种困难 一种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特别容易忽略一些单调的例行事项 但在工作中 往往因为错过了这些很小的信息 反而会让你付出残酷代价 第二种困难 是人们会对自己的记忆力过分自信 有的时候会故意跳过一些明明记得的步骤 而清单的出现 它会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提醒我们记住那些关键的步骤 并且列出到哪个步骤要进行怎样的操作 这就大大提升了工作绩效 举个例子来说 在一起真实的飞行事故中 所有人一开始都以为是飞机的机械故障 导致了这场灾难 但是事故调查组却发现 其实这场事故的起因 是飞行员在飞行前 忘记完成一项非常基础的检查工作 后来专家们为此编制了飞行员检查清单 简单扼要地将飞行各个阶段中的重要步骤 集合在了这张清单里 我们今天在电视电影中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在起飞前 飞行员手里拿着几张表格 逐向对飞机进行检查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飞行员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训练和实际飞行 怎么每一次都还需要对照表格工作呢 原因就在于此 而事实也证明 自从使用了飞行清单 飞机安全飞行的里程数 较之前提高了很多倍 飞行事故发生的次数也大大降低 所以清单的作用 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重要的步骤 但并不是所有的步骤 请牢记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 为什么团队的力量不可忽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分为三类 简单问题 复杂问题 极端复杂问题 简单问题是那些具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 比如如何炒一道菜 你只需要根据菜谱和制作流程就可以做出 复杂问题是类似于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 这个问题也已经被科学家们通过实践验证了 还有一类问题是极端复杂问题 这类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和步骤 所以它是最难的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抚养子女这类问题 就属于极端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说它极端复杂呢 是因为每个小孩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就算你使用一样的教育方式 也不可能培育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孩 他们的长相性格兴趣爱好都不同 未来的工作生活也会不一样 这体现出了极端复杂问题的一大特性 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非常大 而对于建筑行业来说 每座建筑因为大小形状都不同 它的建造过程同样也属于极端复杂问题 而且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都超过了个人能力的极限 但是以美国建筑行业为例 美国每年发生的建筑事故不到20起 事故发生率不到0.002% 那么建筑师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就是由专业团队制作出的清单 在建筑行业 错误是不能被容忍的 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会让很多人送命 所以建筑行业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遵循着 制作清单的习惯 与此同时 面对未知发生的情况 建筑专家们都坚信沟通的力量 而不是相信一个人的智慧 因此建筑行业在制作清单时 团队成员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大家一起制定合理的行动方案 虽然不能事先预估会出现什么困难 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在清单上 列出会在哪个环节有可能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后可以找什么人来解决 所以你看清单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它并不是万能的 但在这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 当遇到需要团队合作的复杂工作时 团队集体所制作出的清单 会让团队犯错误的概率远比单个人要小很多 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清单呢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作者在书里提到了清单的三条行驶员 分别是权力下放 简单至上 人为根本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形式准则 叫做权力下放 当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扁平化管理 也就是省去过多的中间报告环节 这其实体现的就是权力的下放与分散 有些高管会用清单列出下属的工作职能 与责任归属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 当发生紧急情况 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在清单上找到对应的负责人 快速解决问题 这种清单使用法让每个人都成为清单的主宰者和参与者 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下属不会再因为中间繁琐的汇报流程 而耽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而管理者需要做的是追踪各项工作的进度 给员工更多的自由和发挥空间 在这里清单的行事准则是确保人们充分沟通 互相协调 责任到人 除了权力下放以外 清单的第二个使用原则叫做简单至上 我们前面说过 清单绝对不是包罗万象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清单能够涵盖所有的情况 所以在执行清单时 我们应该坚持遵循简单可测高效的原则 这就要求我们在设置清单的时候 找准关键点切中要害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分享了一个 用香皂拯救感染病患者的故事 在巴基斯坦 一个叫做卡拉奇的平民居住区 可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 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 因为水源污染 居住在这里的很多孩子 因为腹泻和急性呼吸道感染而死去 但是想要净化水源 改善排水系统 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 可能需要很多年 这时候 一位年轻人想到了一个最简单 技术含量也最低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通过为家家户户 发放洗手用的香皂 大幅度下降了儿童的发病率 但是这个项目能成功 并不仅仅是发放香皂这么简单 因为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低 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香皂 所以志愿者们在发放香皂的过程中 将使用香皂的场景简化成了六条 第一是 每天用香皂洗一次澡 第二是 每次大便之后使用香皂洗手 第三 在给婴儿擦拭身体的时候用香皂 第四是 吃饭前用香皂 第五是 在做饭之前用香皂 第六是 给别人喂食之前用香皂 你看 这个项目所列的清单 只有六条使用香皂的建议 但所获得的成果 竟然是改变了一群不识字 缺少文化知识的 贫民窟居民的日常行为 这就是我说的 清单的第二点形式准则 简单至上 总结来说 在我们遇到问题时 放弃那些繁琐复杂的流程 切记做到 从简出发 用最简单 成本最低的方法 直接切中要害 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 接下来 知道了如何处理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将关注点 从事放回到人身上 因为清单的执行者始终是人 这也是我们要说的 下一条形式准则 人为根本 清单也有好坏之分 好的清单 往往非常精确 高效 切中要害 即使在最危急的情况 也能马上对照使用 所以 不管是什么样的清单 一定要让人看得明白 清楚 比如我们就拿前面说的 飞行清单为例 我们可以考虑 用大号字 或者容易识别的字体 标注其中最重要的事项 以及把可能遇到的问题状况 都列出来作为备用清单 但是最重要的是人 比如发生在1989年的一场飞行事故中 飞机在爬升的过程中 前货舱门因为线路短路的原因突然开启 由于气压的作用 1.5秒之内 货舱门被炸飞 有9名乘客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掉进了大海 这时候 飞行员除了快速下降飞行高度以外 还需要按动紧急泄压按钮去调节舱内气压 但是 这种方法会让机舱内所有的人缺氧 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二次事故 这时候 飞行员就需要自己决策 在飞行手册上 非正常情况下的处理方案中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最终 飞行员按照清单上的程序 先是降低了飞行高度 然后安全地关闭了两台受损发动机 在对飞机的降落能力进行了测试以后 放掉了多余的油料 以减轻配重 最后 在安全的高度 消除了舱门脱落的风险 好 为了让清单的形式准则以人为本 我们在制作清单时 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事项 比如说 我们必须要设定清晰的检查点 便于使用者在使用清单时 可以随时跟踪进度 其次清单不能太长 用语要非常精烈准确 而且所用的语言 应该是使用者所熟悉的专业用语 另外 清单的排版要整洁 有规划 这样才会让看的人更清晰 最后 要时刻牢记 清单必须要在实践中被检验等等 总的来说 清单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们能够帮助专家 记忆如何操作复杂的程序和设备 他们能够帮助人们搞清楚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并且促使人们进行团队合作 但解决问题的主角毕竟是人而不是清单 在清单面前 人要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 清单并不是万能的 有时还是需要懂得变通 那么在了解了清单的必要性 和使用清单的准则之后 可能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如何让清单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了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到这里啊 清单的价值相信你已经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如何让使用清单成为一种习惯呢 这里我们需要理解好三个关键点 这三个点分别是 让清单保持进化 信任清单的力量 以及遵守清单的纪律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这三点的意思 清单自然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先说说第一个关键点 让清单保持进化 前面我们举了很多例子 你会发现随着世界的发展 从操作飞机到开展医疗救护 很多事情的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清单对于我们来说 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但是我们不能让过去制作出来的清单变成教条 哪怕是最简单的清单 也需要不断的改进优化 因为只有持续改善 才能让清单始终确保安全正确和稳定 所以制作清单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一直对清单进行优化调整 以便让它的适用面更为广阔 从这个角度来说 清单必须一直处于进化的过程 具体一点来说 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被检验 我们才知道清单的哪些部分可行 哪些部分要删除 这时候我们需根据现实情况 仔细对照每一项不断地做出调整 当我们为了简化清单 势必要删除一些清单上的项目时 谁来决定就显得很重要 如果这是一项团体工作 我们建议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意见 这种凝聚集体力量 对清单进行的修改 才会让新的清单在未来的形式中更加高效 那除了让清单时刻保持进化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二个点 信任 我们必须相信清单的力量 其实葛文德医生所倡议的清单文化 在一开始推进的过程中阻力重重 就拿医学领域为例 当作者提出的清单概念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功推广时 仍然有部分医生对清单产生抵触情绪 认为这是浪费时间 尤其在外科医生眼里 如果在做手术过程中 让医生对找清单来做手术 他们往往会想 这是我的病人 如何做手术是我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一个清单来提醒我该怎么做 作者在书里告诉我们 我们推广清单的目标 其实并不是让医生在检查事项旁边 乖乖打钩 而是希望培养注重合作和纪律的文化 因为一台手术的完成 除了和主治医生相关 也和护士和手术室里的每个人相关 有了清单 医生能够更快地找到各事项的责任人 而助手在手术过程中 如果发现医生有哪个清单上的项目忘记做了 也会起到提醒的作用 除了医学领域 作者还举了著名投资人巴菲特的例子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巴菲特的午餐 有一位曾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人发现 巴菲特的脑子里有一张清单 他会用这张清单来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 于是这个人也将自己曾经见到过 或者犯下的投资错误都整理在了一张清单上 为每种错误都设置了相应的检查项 每一次在进行投资之前都要对照这个清单检查一下 后来这张清单帮助他大获成功 你看啊 投资行业是一个诱惑力极强 也是风险极高的行业 清单完全能够帮助人们 在投资过程中的每一步尽量保持冷静客观 可是如果不相信清单的力量 只凭经验形式 你难免会因为疏漏而犯错 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如何将制定清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 那就是遵守清单的纪律 很多人不喜欢清单 表面上是因为制定清单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精力 而且也似乎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但是大家之所以对能够帮助人们 救命挣钱的清单视而不见 在思想上其实有着深层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在做事之前 对照清单会让人感到尴尬 而在他们内心深处 其实对清单并不认同 在他们眼里 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英雄们 从来都是随机应变的 他们根本不会使用清单 可是现实生活中 拯救我们的究竟是英雄还是清单呢 在这里 我再给大家讲个书中的例子 在一次飞行过程中 飞机在一千米高空 撞上了一群加拿大鹅 这次撞击发生的非常突然 机长迅速做出了 在哈德逊河上迫降的决定 接下来 机长和副机长之间 按照事先预定的处置方案 开始工作 机组团队中的其他成员 也不慌不忙地 执行着清单上的要求 比如说 他们要求乘客俯身低头 确保飞机破降后 尽可能避免受伤 在大家的努力下 所有乘客 只用三分钟就全部从 破降在河上的飞机撤离完毕 应该说 这是一次飞行史上的奇迹 几百人因此获救 这全部得益于 机组航空人员在紧急时刻 按照清单事项冷静执行 你看 在这个故事里 人们最终活下来的原因 并不是依靠什么单枪匹马的大英雄 而是团队的有效协同 和机组人员严格遵守纪律 而谁来保证这一切发生呢 答案其实还是清单 因为清单不是僵化的教条 而是实用的支持体系 当你严格遵照清单逻辑 你就会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具备了高度的职业精神 所以不如就从此刻开始 从你每天早晨翻开效率手册 写下今日代办清单开始 养成列清单的好习惯 让清单帮助你在做事的时候 更具逻辑性 更加系统化 让你的工作简单化 快捷化 提升效率 好了 以上就是清单革命这本书 全书的精华内容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要意识到 使用清单的必要性 因为人人都会犯错 清单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犯错几率 还能帮助我们 快速掌握关键信息 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接下来 我们在使用清单的过程中 需要遵循清单三大形式准则 分别是 权力下放 简单至上 人为根本 最后 我们如何让使用清单 变成自己的一种习惯呢 答案是 要让清单保持进化 我们自己要相信清单的力量 并严格遵守清单的纪律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期待与你 在下一本书相遇